然後 你看 現實的小孩 摸完就走 太現實 可以順便剪進去 結果我原本不知道到底 就是 我玩的時候我朋友他就說什麼 欸 這個我要 借我摸一下 我就想說摸一下到底是什麼意思 欸 好 我先來講一下 怎麼摸傢俱呢 現在就已經有一個朋友 也有本尊跟朋友嘛 那你現在就是如果譬如說 欸 我想摸你哪個傢俱 你一定要他在來之前就先把它收起來 收好之後呢 你就把這個東西放在地上 不是裝飾喔 裝飾他拿不到 放在地上 然後他就會去撿 去 好 這樣他就摸到了 然後摸完以後呢 他就還給你 但他也可以不還給你 然後你們的友情就會決裂 然後 你看 現實的小孩摸完就走 太現實了吧 然後之後呢 到服務處 喔對 我的服務處升級了 看起來 根本就是我覺得 這個服務處根本就是那個什麼 護證事務所 然後你摸了他的那個傢俱之後啊 然後你就來 ATM這裡 然後你選這個 Nuke購物 然後他這裡就會有你獲得 因為你拿起來的時候就是你獲得了 然後你獲得之後 這裡就會有那個 你從你朋友身上摸到那個傢俱 然後你就可以再重新訂購一次 可是有些東西是非賣品 像我從我朋友那裡看到一個 我覺得超級超級讚的 就是 欸 非賣品啊 啊這個這個 我覺得這個超級棒的 超級想要的 可是這是非賣品 他說他好像是旅遊 就是那個鴨子 就他那個鴨子給他的 然後這我就拿不到 我就覺得 超可惜超想要這個東西了 覺得沒有辦法再重新訂 超可惜 那我這裡也有滿多東西 而且如果大家有喜歡的話 可以來摸一下 還是那個 我來把那個 音樂